下面来关注台风利奇马 昨天晚上8点50分前后 利奇马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沿海 以热带风暴级再次登陆 主要气氧台今天早晨8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的中心 今早8点是位于山东省围方市北部近海海面 外围的最大风力有9级 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预计 到今天下午山东半岛沿岸将会出现 30至60厘米风暴增水 莱州湾和渤海湾沿岸将会出现 120至200厘米的风暴增水